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ly 由新世界發展的大圍站上蓋泡沙 其中第三期就是因為運營土強到未達標 就要拆射重建 但同一時間一二期正在交樓 所以大家都是特別關注這個樓盤的交樓質素 我們今天就會來驗收二期的一個三房單位 看看驗樓師怎樣評價 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有甚麼看法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有機會獲得咖啡勵券 從未開始之前都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28House的YouTube Channel 訂閱的也可以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訂閱的人數到達3萬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Giveaway的環節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由新世界和港鐵發展的泡沃裝分了三期 一共有7座 提供3,090房 2020年10月開始賣樓 已經賣了超過2,000間 其中泡沃裝2 包括第5、6、7座 提供1,415個單位 涵蓋開放式到4房互形 由264到1,322尺都有 對比第一期 第二期比較遠離重建的第三期 相信受到噪音和沙塵的影響都會小一點 驗收單位來自7A座 實用面積有690呎 屬於3房1套的間隔 樓價是1,298萬 圍花每一呎 18,800多元 業主一家三口 連兩隻小狗原本住在荷文田 因為見到泡沃裝的會所設計獨特 所以就買了這裡自用 一入屋 長形大廳大約有192呎 都算是比較大路的開織 中間那條走廊區分出客飯兩廳 我們先由圓關開始參觀 圓關有20呎 如果換算樓價大約37萬 怎樣利用這裡的空間 通常人都會做鞋櫃 不過就要留意 因為要預留位置去開箱門口 所以鞋櫃不可以做得太大 另外就是因為這裡是進出客廳的通道 鞋櫃做了上來 都可能只能選擇薄身的款式 圓關本身都有一塊全身鏡 貫設樓盤的田園風格 加入不少木系元素 鹽樓市團隊在客廳找到的問題 主要有長身油漆不平滑 以及近房門的地板有鬆 建議做回家庫 22呎的露台 是整個廳唯一的通風位 露台門旁邊的玻璃 雖然有花痕 但看準則都過到關 不需要換過 單位向東南方 因為有上下高 看開陽的扭景和山景為主 不過下面就是迴旋處 所以就裝了減音措施 一起跟中常學下怎樣用 這個減瓶怎麼用呢 其實它的用法是 當你開窗的時候 開窗很吵 你又想開窗來通風 就不這樣焗 開窗之後關上鑑瓶 其實聲音是真的低了 因為它剛才有一塊玻璃 當你擋一下 是會低了些 你又可以留在這個位置 我們做一個通風 就算是同一廚 都不是間間有減音措施 以睡房的隔音瓶做例子 47樓或者以上的B室就沒有了 相信是因為高層單位 受到的噪音影響會少些 總常我見這個單位 它兩間房間和廳都有一些隔音措施 但用家來說 其實好像浪費了些位置 如果想拆掉它可以嗎 其實這個是一個關乎草音條例 而要裝一些的減瓶 其實這個應該是入手契 就不可以拆掉 因為你拆掉它的話 翌日可能牽涉到你賣樓的時候 下家業主可能可以要求你還原 因為你沒有了一些東西 我個人都覺得它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你其實再多了一個窗門 你一擺床的時候 哎呀死了怎麼擺呢 是會有點麻煩的 兩間小房都是大約45呎 和一般的新盤差不多大 除了減音瓶霸佔了些地方之外 開職都算提示正 我們在其中一間房 發現窗關起來的時候 窗鎖會響 要調教一下 來到主人房大約有91呎 門後面有個粒位 可以擺到一個深大約60厘米的衣櫃 主人房這邊的長度 大概就是2.2米 業主打算放一張雙人床 正常一張床的長度 其實都影響了兩米 所以都可以想像得到 擺完之後 這一邊其實只會剩下一條很窄長的通道 去進出這個工作平台 如果平時要走出去的話 可能就要像我現在這樣 還有打橫鎖著身體才能出去 工作平台大約有16呎 同樣是這間房的主要通風來源 這邊的景觀角度 就沒有廳那邊那麼開揚了 業主就說或者會起到浪衫 回到身內 鍾Sir就發現 天花有少少鬆批檔 鍾Sir剛才見你 我們也有檢查過天花的位置 就說有少少鬆的批檔 聽你說因為屋苑旁邊 也有些打妝 或者有些炮聲著行警 都要小心批檔 也想問一下 怎樣才是為之需要修補的批檔 怎樣都可以放過它 我們先考一下 看看這個批檔的範圍有多大 範圍大概是這樣 其實很小而已 那麼多少為之不合格呢 鬆批檔的範圍要大概1呎1呎 才為之不合格 這裡一定不夠 剛才你說得對 就是因為批檔這件事 它有時會受震之情況之下 它就會惡化 這些震幅如果很強的話 它的小的破規檔 是有機會會變大 如果你聽到樓上樓下 可能有這樣的炮聲 最好這些小的破規檔 遲些你再走進去 看看它會不會變大 如果變大就要維修了 轉過來看主人套房的浴室 鋪了水藍色的瓷磚 設計跟一般的森盤有點不同 裝了浴缸 不過就是黑廁 至於黑廁就裝了棋缸 不過就同樣沒有窗 主要靠抽氣設備通風 跟其他森盤不同 這個廁所有樣設計都頗貼心的 就是寫手盤下面有一個電動式的腳踏 開關就在旁邊這個位置 只要按一下它就會出來 因為業主也有個三歲多的女兒 所以她也說這個設計很適合她們 如果關起來的時候 同樣就是按住這個按鈕 然後再推進去 之後才鬆手的按鈕 才完全關起來 至於平時使用上面有什麼要注意呢 現在就聽一下鍾長怎麼說 當我們用一些電動的東西的時候 就好像等於我們平時坐扶手電梯 那些邊邊的位置 就盡量不要走過去 我們平時在家裡的時候 通常你都不會穿絕對鞋 那如果小朋友 她的腳放得太近 她一推出來的時候 就把腳踢到就會痛 所以習慣上 要按它出來的時候 退開一點點 讓它先出來 然後才搭上去 洗手盤對面的儲物櫃 都隱藏了不少機關 同樣是廁所 另一個挺貼心的設計 就是這個櫃集齊了 洗衣 浪衫 燙衫 三合一的功能 我們先打開最上面的浪衫 給大家看看 有個裝置 拉出來的話 我剛才都數過 就可以拿到24件衫 不過我們的拍攝同事 他都親身上陣 試過真人實測一次 就是發現 如果要浪到最裡面的勾 其實基本上都是很困難的 我都看過業主 他自己都說 不會選擇在這裏浪衫 因為不夠他浪完一家人的衫 而且由於這裏客廁的關係 如果有客人上來 看到自己的衫掛在這裏 就不太美觀了 浪完衫之後 當然要燙衫 打開中間那一層 就會看到燙三把 至於最低那層 就等鍾Sir幫我們揭曉 過往我們洗衣機 通常會看到在廚房出現 這裡是放在浴室 其實過往很多年前 都是多數放在浴室 近年可能配合擺位的問題 通常是在廚房 我個人比較喜歡放在廁所 因為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做家務沒有那麼勤力 廚房不是經常擦乾淨的話 你的洗衣機門邊 少不明會有些油漬 你經常煮飯的話 如果你的洗衣機門附近有些油漬 你洗乾淨的衣服 拿出來的時候 就會遮到油漬 會弄髒的衣服 會乾淨的衣服 但洗手間就會避免這個問題 而臨浴間裏面 就裝了類近酒店式的頭頂花灑 其實這個雨水花灑 過往也有一些樓盤用過 它開水的時候 會向上走 但其實走到某一個位置 它是懂得停的 但這個 就一直向上走 撞到天花 這個其實可以做一個調教的 只是小事 有時候 其實你定住在上面 你照用其實都沒有問題 你只能撞一次 反而鏡櫃裡面的電插座 就裝斜座 要再裝過 最後看完廚房 上下兩邊都有廚櫃 也都有下拉式的儲物櫃 可以方便拿東西 至於這個加大版的晶盤 用起來又是否方便了呢 晶盤來說 我個人就喜歡大一點 因為洗鍋或鍋 就方便一點 這個廚房的晶盤 其實它都是刻意做大了 用起來有好又不好 好處就是你洗碗的時候 站起來 其實腳踩進去便方便一點 不過不好處就是 你平時不用用的時候 就要小心點 走過這個的時候 有機會就被這個凸出來的位置 撞到自己 看完廚房有些甚麼電器 有明火煮食爐 其中一個還可以擺到炒鑊 上面亦都有長大約90厘米的秋油煙機 不怕煮食的時候 整個屋都是油煙 另外亦都有微波焗爐 和雙門雪櫃 檢查過玻璃 試用過電掣 打開過天花 看完整個屋 裝修質素又是怎樣呢 這個單位其實 在手工上沒有甚麼特別大的問題 真的要挑剔的 它三個房門邊的地板 都有少許鬆 因為我經常都說 你在牆邊擺傢俱的地方鬆 其實沒甚麼大影響 你摘著傢俱就不會有任何影響 不過你在門邊你經常走 尤其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一踩到一聲 就吵醒了家人便不好 驗樓師給這個單位有93分 耗磚、石材、廚櫃都做得不錯 至於油漆、地板的手工就要改善 發展商回應說 就驗樓師發現的執修事項 整件箱已經即時跟進 預計可以在幾個工作天內完成 我們計過單位的地支面積 即是真正可以用到的地面面積 大約有523呎 只是達到實用面積690呎的七成半 原因之一 是單位在單邊位置 要承擔多些主力牆 涉及大約73呎 已經大過一間細房 以每呎樓價18800多元計 這裡價值大約137萬 業主也說過 其實他選擇這裡是因為會所設計 我自己也有看過 就是介紹一期租盤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農莊概念的設計 裡面更加有一個人造瀑布 也挺特別的 如果想看看是甚麼樣子 大家都可以按到畫面 右上角的連結去重溫 會所提供多項設施 包括室外泳池 健身室 消酵場 以項目每呎管理費大約4個半計 估計驗收單位 每個月要付3100元左右 至於交通方面 泡妝一走出來 不用一分鐘已經是大圍站 自從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之後 由大圍去金鐘都不用轉線 車程大約17分鐘 買日方面 大圍現在不多選擇 主要以街鋪為主 都有些街市攤檔賣下蔬果 基本生活需要或者可以滿足得到 但想有更多選擇的話 暫時都要搭一個站去沙田那邊 要等到泡妝基礎商場 維芳開幕之後 大圍才會有大型商場 維芳大約有65萬呎 樓高4層 將會提供大型超市 戲院和酒樓 港鐵之前說過 最快今年下季開幕 廣告時間 如果想了解Premium物業的話 立即下載SquareFood的App 一定會找到你的心水選擇和資訊 廣告裝2在2月開始交流 暫時錄到大約50宗成交 比較受歡迎的租盤 是300多尺的一房單位 根據28house的網站 這類戶型的月租 介乎15500到16800 赤租可以去到50元 如果有業主都想申請驗樓的話 可以參照這個格式 Email或者WhatsApp給我們都可以 今天看這個單位 雖然說有690呎 但我自己就覺得 入到去其實那個空間感 都不像有690呎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 不如都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最後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我like支持一下我們 想知道多些拍奧裝2的資訊 可以scan現在畫面見到的QR Code 又或者click入去Description box的連結 我們下一個版的影片 請看多8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版的影片